讲修行,落实于生活,讲经典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组谈经,五八七,培养道理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悔者,悔其后过,从今以后,所有恶业,于迷,娇狂,极度等罪,今已觉悟,惜皆永断,更不复作,事名为悔,故称忏悔。 凡夫于迷,只知颤其前迁,不知悔其后过,已不悔故,前迁不灭,后过又生,前迁既不灭,后过复又生,何名忏悔。 悔者,悔其后过也。 愿意改变,从今以后,所有恶业,于迷,娇狂,极度等罪,今已觉悟,惜皆永断,更不复作。 此事,事名为悔,故称忏悔。 此念跟此事,不尽相同,此念是知道错了,故永不再起这些恶念。 此事是知道错了,从今之后,不再做此恶事。 事是由念起的,有这个念,常常就会有这个事。 能做到,才是真正的忏悔。 但是,你做得到吗? 养兵千日,用在一时,平时就要有修行的功夫。 你念头看到境界,就染那个境界,所有的罪过都是如此产生的。 六祖曾开始过,无念为宗,无念即不染,就是遇到境界不染那个境界,染了,你就会造罪,就会有很多的痛苦,就产生很多的妄想执着。 是你这颗心在造罪,当然,从你这颗心降服。 凡夫于迷,只知颤其前千,不知悔其后过,已不悔故,前千不灭,后过又生。 前千既不灭,后过复又生,何明忏悔。 有的人忏悔之后,依然会再犯错,比如,家暴,一般是先生打太太,嫌有人被打,第一次就去报案。 有可能第一次先生情绪控制不住,打他太太一巴掌,打完隔一会儿,或隔天跟他太太道歉,即,从前所做的,我昨天打你的是我不对,我向你道歉。 这看起来好像是差,但是,过三天之后,意见不合,这次两手各打一巴掌,打完又跟太太说,抱歉,我刚才很冲动,我其实是爱你的,对不起。 很多家暴都是如此,打到最后,来不及报案,有的人就被打死了,以后就变成了他的冤亲债主。 你有没有常常犯这个毛病,错了还是继续犯错,道歉,忏悔,是没有意义的。 你为什么做了错事不改过,你的潜意识并没有深信因果,否则,你就不会造恶。 比如,蚊子飞到身上,难道只有打跟不打两个方式吗? 其实有很多解决方案,你不见得非把它打死不可,并非你打死一只蚊子,从此就没有蚊子,那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 怎么办?你可以用蚊帐,会有蚊子,蚂蚁一定有原因。 你制造不让它来的条件,到最后就会离开。 如果一只蚊子可以打死,一只蚂蚁,一只蟑螂,一只老鼠也可以打死,一只猫,你却不能把它打死。 生命就是生命,但你本身有问题。 如果你能体悟到,众生就是我,你打死它,等于打死自己。 你不愿意把自己打死,却要把它们打死,然后再说,众生就是我,我就是众生。 你的内在是讲不通,是不平等的。 你不是要把它当好的或坏的,也不讲,我不打死它,它就会怎么样? 这不用你操心,每个物种自然有它的因缘。 为什么?不是只有你有业力,蚊子也有业力,瞬间出手很快,就是一种习气,就是业力。 业力是轮回的根本,就是有一股牵引的力量。 为什么有业力?因为没有修行。 透过修行,你会产生一股力量,叫道力,即是修道的力量。 比如,你要成为一个开悟的阿罗汉,只要行八正道,这个道力是习惯成自然,变成一股力量。 同理,坏的习惯,好的习惯,以及修行的习惯,都会形成自然。 你本身有业力,但你需要有道力,还需要有愿力。 有了愿力就不怕业力了,神通抵不过业力,业力抵不过道力跟愿力。 因为这两个力量加起来,强过它,这样才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。 人生的苦不是苦,到底要不要把蚊子打死? 你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,你的苦就是内在有一股力量,它趋向造恶,趋向痛苦。 这个问题最可怕,你要断出它。 比如,有的台风来时,为什么会爆发洪水呢? 研究人员说,它们本来就是一种轨道,你要改变那些轨道,需要有很强大的力量,而业力就是你的轨道。 你要改变它,需要更强的力量,需要道力和愿力。 你不要以为发愿就有愿力了,不要以为跪在菩萨面前念一念,众生无边试愿度,你就有愿力了。 那是自我欺骗,你有那个心,但没有修道的力量。 问候思维,如何培养愿力和道力? 心平何劳持戒,行职何用修缠?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,感恩达观师父教会。 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感恩 Qui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